心愿一直在建立教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释 那这个部门的会长就是我们的春田师兄 我们春田师兄一直忙里忙外的很多事情 包括这一次的广告 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在做这件事情 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会让大家知道 一方面广告大家都知道 是集聚资粮净至最上一个很好很好的方便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这种困难很可能是什么 我们明明要来上课 结果要来之前就出现一些事情很重要 你不得不处理 对不对 那事情如果晚一点发生 或者是隔一天再发生可能就好了 可能这么巧就在你要来上课的时候发生 那这些呢 有时候你很难去理解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资粮够的话 很多事情呢 就会很顺利的就这样进行下去 特别是你很想来上课的这件事情 那也有就是说 你来上课都很顺利啊 可是你就听都没有啊 会不会 都不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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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就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就是要齐聚资粮 资粮够的话 你同样一句话 你可能一个月前听不懂 那现在就听不懂了 那资粮够的呢 这些事情就很好办 那也有可能就说 诶 那我在读 我论里头的读字都 每个字都懂 但是意义就是不了解 那很想要了解 又不知道什么方法 那我就告诉你要 今天上诗才师父的开示 可是呢 师父的开示 听起来都懂 结果就联解不起来 会不会这样子 也会 你会